大家好,我是張老師,來鏘醫生 今天的主題我們來談談 到底念經可不可以消業障 那這個問題一直困擾很多人 因為有學生 也有同學在問 這樣子啦 在這個一開始的話 我們講兩個佛教的故事 好,第一個故事 阿難 阿難尊者跟釋迦摩尼佛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阿難相當的好奇 外號叫做好奇寶寶 多好奇 每次釋迦摩尼佛在獎金的時候 阿難都會在旁邊當小編 所以你看哦 你們現在看的經書是不是這樣子 如是我聞 也就是說這些經書都是阿難尊者 聽釋迦摩尼佛所講經說法的經驗 他把它背下來,頭腦相當好 那有一次啊 一個法會結束之後 這個阿難尊者就去問釋迦摩尼佛 他說釋尊釋釋釋 為什麼他叫釋迦摩尼佛是釋釋 世界上最尊貴的人 釋釋 現在大家都走了 釋釋尊 釋尊 你可不可以跟我講 你有什麼不會 釋迦摩尼佛當然講說 歇意 我還是有不會的地方 див 真的嗎?你有什麼地方不會? 他說我有事大不能事大不會 第一個因果不可改 因果不可改 智慧不可給 妙法不可說 不信不可渡 翻作白話一點就是 每一個人因果我不能改 那你們在休息靜坐當中 要打開摩納斯這種智慧 我不能給你我不能給你灌頂 再過來你在讀佛法當中 你覺得這種玄妙之法 形而上的這種法樂法喜 我也不能說 我說了你也不一定懂 最重要是不信我的人不可渡 你知道嗎?這個阿南聽了又 哈?世尊又有事大不能 就有一點沾沾自喜 這是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在唐朝 唐朝有一個叫擺葬禪師 擺葬禪師在唐朝相當有名 一日不食一日不做一日不食 就是不工作他就不吃飯 那現在就有一個問題 他年紀越來越大 所以他那個徒弟都把那個鋤頭藏起來 他一天不出播 那個出家人外出工作叫出播 他一日不出播一日不食 那沒辦法還是要請師父去 這是一個典故 再過來的時候有一次那個擺葬禪師在說法 一樣完的時候大家都走了 突然有一個頭髮 頭髮斑白的老者 他說大師 我有個問題想請教你 當然擺葬禪師的修辭 一看就知道這個人 對不對?一定是一個高的修行者 很高 他說這個老翁請說 他說一個修行人 弱不弱因果 百丈禪師 只回答一句話 沒有正面回答 他說一個修行人 不媚因果 不媚 門媚的媚 不媚因果 有沒有那個 李羅詹那個三媚正我的媚 不媚因果 當時啊 這個老翁聽了以後眼淚掉下來 他就說 謝謝這位大師 謝謝大師你的開示 那明天中午 請派你的徒弟到厚山一個地方去看一看 你知道嗎?為什麼 因為這個老翁啊 曾經是一個修行者 他的晚上修行很好啊 哪有什麼因果 他的能力 法力 神力不可思議啊 所以他認為 他已經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三界 然後五行 金木所有圖都不能控制他 但是你看看佛教解釋 一個最高的修行者要不媚因果 結果他因為認為他不弱因果這個老翁 當了狐狸五百世啊 因為他是修行者 他又不敢去吃那些蛇蛙老鼠 可是你怎麼辦 你就是要這樣子 你當狐狸啊 所以吃很多東西身上味道就很濃 很濃郁 所以他也沒辦法 所以他聽了以後不媚因果之後 就要求這個百丈殘屍 明天到某個地方中午 去幫他怎樣處理後事啊 果然到了第二天 中午那當然百丈殘屍 就叫他的徒弟幫他收拾 徒弟回來就說 他看到一隻很老很老的狐狸 毛都白的 那把他買好了 為什麼要跟各位分享這兩個例子 釋迦牟尼佛厲害 世界上最尊貴的人 因果不可改 百丈蠶食在講 一個修行者不媚因果 所以各位現在不曉得在哪裡得到一種資訊 哎呀我只要念經 可以消我的業障 理論上來講佛教他是這樣看 先以玉鉤籤 先以玉鉤籤 或令入佛字 他先把你引進來之後 再跟你講 宇宙之間萬法皆空 只有什麼不空 因果不空 所以各位在念經的時候要注意 他沒有辦法幫你消因果 那問題來了 老師啊為什麼那麼多的出家師傅 那麼多的修行者 那麼多的大德 那麼多的居士跟我們講 我們一定要念經多念經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一個點 當你念經的時候 是不是比較心無瓜 心無雜念 其實念經真的重點 在訓練你的注意力跟射受力 所以你念經的時候 比如說地藏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道立天空 為母說 哇 耳時無量世界 不可說 諸我不知道blahblah 你起碼有十秒鐘 你沒有雜念 佛經很多 很多經人都講 一個善念 八萬四千 橫河一節的功德 他沒有跟你講是 一個邪念 一個淫念 也是八萬四千 橫河殺節的罪孽 所以各位要注意 為什麼心經一直跟各位講 無過愛顧 無憂恐怖 遠離顛倒夢想 究竟涅槃 就是說你常常要射受一個點 不要雜念太多 所以這兩個三個例子 就跟你講得很清楚 這些例子 到底念經可不可以消業障 首先確定業障 什麼叫業障 什麼叫因果 不可思議的 茶屋裡能夠理解的 這個就不叫業障 也不叫因果 比如說你努力工作 去公司上面拿一份薪水 如果你今天只是去拿一份 普通這樣努力去工作 突然間賺到很多很多的錢 這就是好的福報 那你如果你在工作過 很努力很努力 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 發生了什麼狀況 公司被火燒了 我們當然講業障 所以能夠理解的行為 合理的 就不叫所謂的業障跟因果 各位是這樣子 對念經還是要保持一個 比較開放的看法 念經最起碼 你可以做一個修行 就是修正行為 修行不單單是吃素念經 還有靜坐 不單單這個 主要是要修正行為 所以念經抹完面來講 它是可以讓你明心見性 讓你更坦蕩 然後了解一個 宇宙之間 萬法皆空 因果不空 有沒有 人為什麼會這麼痛苦 人為什麼會這麼痛苦 那個是累世激癌的貪嗔痴 有沒有 你今天就要開始好好的念經 在念經的過程當中 慢慢的你會得到這種平和的 心理的寧靜 有沒有 那你得到這種寧靜的時候 你比較有一個坦蕩的心 去面對這些無常 無常喔 無常 無奈 無能 無力 四大困境 其實無常不是太可怕啦 無常哪怕人就走了雞雞 最怕是無奈 拼得要死 做得要死 碰到2019的疫情 努力經營一個事業隔壁揮修處 把你的產業燒光 那你要怎麼去解釋這種問題 所以各位還是要注意一個點啦 唸經可以唸 但是理論上兩個原則 生病 找醫生 有官司 記得找律師 那有命理的問題可以找我沒問題 所以故意不要本末導致 不問蒼生問鬼神 一定要注意這個點 唸經 可不可以消業障 看你怎麼去解釋 我已經跟你解釋得相當相當的清楚 釋迦摩尼佛百丈禪師 後面的例子 所以各位要用心去體悟啦齁 去體悟 往昔所造諸二葉 皆從無死貪嗔痴 從生與意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懺悔 有沒有 那佛法最經緯的地方在這裡嘛 無上聖身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詞 厭解如來真實意 釋迦摩尼我要跟你講什麼 所有相都是假的 如果你看到這種諸相非相 就看到如來啦 而且釋迦摩尼在金剛經 尤其金剛經那一段 法上應捨 何況非法 佛法都要捨 你還在執著什麼 念經 好像以前那個高雄情境要過一條河 你總要做個渡輪啊 那你過這條河以後 你不用把這個船念念不忘背在身上 我只是過渡嘛 你只是我一個工具 我過了以後 謝謝你再見 你馬上再走你的第二段 所以這個河的這一邊到那一邊 這一條船叫念經 念經不是讓你可以整個開悟沒有那麼厲害啦 但是它可以讓你的意志力更加集中 心靜更加寧靜 那我們今天念經 你可不可以消除你的業障 我只能夠解釋到這裡啦 佛語音演說法 眾生隨類各得解 皆為四尊同期以 師則神力不共法 再過來還有一個祭 佛語音演說法 或有恐懼或歡喜 或生厭禮或斷禮 師則神力不共法 有的人念經以後 賺得盆滿波滿 事業風生隨起啊 為什麼有的人念經的時候 一念下去 晚上什麼給鬼壓啦 覺得陰風陣陣 覺得身上發麻 然後晚上睡不著 所以各位還是要注意一個點 注意一個典故 靈界的朋友 聽好齁 很多大師可能沒跟你講 靈界的朋友 不是每一個人很喜歡聽你念佛經 要注意齁 所以你們在念經的時候要做一個動作 可能你們那些事物都沒有跟你講齁 要跟你講一下 無論你在什麼時候念經 要講一句口頭禪 要講一句口頭禪 我要做功課了 那你就批哩啪啦批哩啪啦一直念 那你不想念要講一句話 好今天功課做到這裡 當然那個佛教介力比較嚴謹 有什麼早課 中課 午課 晚課 那是他們我們生活不是很規律 所以一定要講 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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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功課了喔 好今天功課做到這裡 潛態子就是 如果你想聽這個經 歡迎你來這裡聽 不想聽請你走 互相尊重齁 是誰跟你講你念經的時候 什麼滿天鬼神戶啊 你是聽誰講的 你有問過靈界的朋友你想聽嗎 你要在這裡聽嗎 我們這個空間是共存的呢 不是只有你 你看是這個空間 旁邊有鬼有神 神多的地方那個地方的空間 叫做寺廟 有沒有 所以人在那裡住的不舒服 鬼在那裡不舒服 那靈孤堂那邊鬼的比較多 我們人在那裡不舒服 鬼不舒服神也不太舒服 但是我們人住的叫做集合住宅有沒有 人很舒服 鬼跟神一般來講不是太舒服 所以你要分 要跟他講清楚 我要做功課了 喜歡的過來 不喜歡不要勉強 我今天功課做到這裡 他就可以再見再見 所以各位要注意啊 因為有時候我剛好想要這個問題 順便跟朋友 這個各位同學解釋 有的不清楚 老師我念經以後真的很順 思想心塵 老師為什麼我念經之後一直很不順 好像給鬼壓 老師我做煙共的時候真的很順利 老師我做煙共的時候一樣 你在做煙共這樣 我要做煙共了喔 請慢用 要的就來不要拉倒 不要太勉強 好啦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祝各位平安喜樂 心想事成 一定要美滿 一定要快樂 好今天講到這裡 OK 拜拜 拜拜 拜拜